CBA常规赛第九轮 辽宁队对阵山西队 第三节比赛进行到还剩4分36秒 郭艾伦连持两个技术犯规被驱逐 发微博一次回应裁判吹罚 简直笑话 我不能理解 简直笑话 我去打游戏了 再见 比赛还在进行 被驱逐离场的郭艾伦就已经在微博上发声了 一次回应裁判的吹罚 第三节比赛进行到还剩4分36秒 郭艾伦突破得分后认为山西队防守打手犯规了 抱怨裁判不吹犯规 裁判凌容忍随即吹罚郭艾伦技术犯规 郭艾伦对此更加不满 喋喋不休 朝着裁判指指点点 持续较劲 裁判也是毫不客气 再吹郭艾伦技术犯规 连续两个T将他去除出场 下一场比赛还要停赛 郭艾伦迟迟迟不愿意离场 队友来劝说他 杨明很快一把将他抱下场 近来几天的CBA裁判真是抢足了风头 先是一直吹赵锐 然后被罚下 气得赵公子做出不理智行为 随后被禁赛 然后又是郭世强指导的事情 裁判明明有错在先 却不敢承认 然后对郭世强做出重罚 事后即便上诉也没有缓解 再到今天郭艾伦连续吃到两个技术犯规 这个情况已经被看得很明显了 郭艾伦突破上篮 对手有犯规行为 裁判没有吹 郭艾伦心直口快地去提醒 万万没想到 接连吃到两个技术犯规 直接被驱逐了 真是长见识了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CBA的个别裁判非常业余 专业性很差 处罚的一些结果很难让球员和教练接受 这也反映了一些问题 CBA公司是时候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公平的现象了